四个特殊的人类掉进了五米的深坑 用什么方法才能爬出来呢 第一位掉进坑里的是位农民 第二位是喜欢冒险的游客 第三位是经验丰富的渔夫 而最后一位却是一个受伤的男人 谁能爬出来就能赢到一千美金 农民大哥毫无防备地掉入深坑 他并没有感到害怕 而是继续跳着探戈 只是今天的牛仔裤很凶身 想要爬上去有点费劲 他看了一下手头的东西 只有一些农用工具和一些瓜果蔬菜 红萝卜这么硬能不能扎进土里呢 好像是他想多了 还是用工具试一下吧 还是不行 这时他想到 以前有人穿着钉子鞋登山 可以很好地抓住地面 于是他把两把耙子绑在鞋底 踩着墙壁往上爬 但是下面的泥土很松软 没有着力点什么鞋子都白搭 他准备把耙子扔出去 固定在上方或许可以爬出去 但是试了好多遍 耙子怎么都固定不住 还好他没放弃 用力一扔 耙子终于搭在了上面 拉着绳子开始往上爬 大哥很重 绳子很细 爬上去又掉了下来 稍作调整 大哥又恢复了力气 他拉着绳子够到了杆子 用力往上爬 终于爬了出来 第二位掉进深坑的是游客小王 他检查了一下背包里的装备 只有一些食物和一个睡袋 底部还有一些绳子 看到旁边的矿泉水瓶 想到了好主意 他用绳子绑住水瓶朝上面扔去 希望能挂住地面的东西 但是他好像忘了周围皆为屏蔽 而且水瓶很光滑 不管他怎么扔结果都是徒劳 水瓶不行那就用袋子 小王把能用的袋子都装上了泥土 然后绑上绳子挨个扔了上去 这些沉重的袋子压在一起 竟然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 小王拉着绳子往上爬 只是脚下很光滑 试了两次都没能成功 这一次他在快要爬上去的时候 快速转移到墙边 扯着绳子就爬了上去 游客小王也成功了 轮到渔夫牢里了 他身上有些鱼饵和鱼钩 还有一根很长的鱼竿 他准备用鱼竿做一个梯子 用胶部连接出梯子的形状 然后开始往上爬 刚上去一只脚 梯子就折断了 这个方法显然不行 老李想到了冲气船 冲上去之后还挺大 贴在墙上就快够到地面了 老李打算爬上去 但是冲气船很生气 踩上去就会压扁他 一下来就恢复原样 老李试着把船翻过来 爬上去时赶紧抓住上面的树根 稍微一使劲就够到了地面 然后一个助力就爬了上去 渔夫老李也挑战成功了 轮到受伤的男人小明了 他的左手不能动 右手只有一把勺子 爬上去是不可能了 他打算用泥土做一个梯子 把周围的泥土刮下来 便在脚下 只要有更多的泥土 就有机会逃出去 他乐此不疲地刮着周围的墙壁 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泥土挖了不少 只是想勾到地面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眼看天就要黑了 受伤的手臂也没了力气 小明很纠结 又坚持了一个小时后 他放弃了 受伤的人根本逃不出去 小明挑战失败了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帮帮他吗 巧克力做的牢房 和糖果做的牢房 哪个更结实 谁先从里面逃出来 就能赢到一万美金 开局的工具 每人一把小刀 阿伟在巧克力墙上戳来戳去 上面的巧克力又像又木 只是不知道这层墙壁有多厚 而大壮的糖果墙 确硬得像砖头 小刀只用了一次就断了 他只能用刀柄继续挖 好在神秘人拿来的第二个工具 是一把橡胶锤 软锤子砸硬墙壁 看来节目组是故意的 大壮反过来使用木头手柄 还能掉下来一些渣渣 阿伟的锤子一样不好用 砸在上面反而把巧克力压扁了 累了半天一点也没有掉落 但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瓶水 稀释了一下还是不行 第三个工具是一根棍子 砸在墙上帮帮响 巧克力没有掉下来 倒把手震的后腾 阿伟决定等待下一个工具 另一边的大壮一样很难受 糖果墙比他想象中还要结实 第三个工具就藏在糖果盒里 只能让队友帮忙去拿 用螺丝刀铲掉糖果就能拿到工具 两个队友速度很快 老王用力一砸 糖果就碎了一臂 大壮首先拿到了新工具 阿伟也紧随其后 像糖果一样的榔头不知道好不好用 而神秘人已经准备好了下一个工具 两位队友继续去凿 这块糖果明显厚了一倍 小黑的速度很快 首先拿到了斧子 阿伟拿着斧子砍向墙壁 巧克力一块块地掉下来 终于有一件能用的工具了 大壮那边也拿到了斧子 砍在糖果墙上一样很好使 两个人目标一致 都想赢得比赛 神秘人丢进来一颗铁球 阿伟把铁球扔向墙壁 里面的巧克力还算松软 砸进去总能掉下来一些渣渣 只是这种投掷的方式太累人 而大壮扔出去糖果一点也没有掉落 他只能用手去砸 糖果墙的硬度堪比混泥土 大壮始终追不上阿伟的进度 这时神秘人送来一根钢管 用来砸糖果墙还是很费劲 他只能吃一块糖麻痹自己 阿伟的巧克力墙壁已经砸开了好多 挖得越深越容易砸掉 神秘人又送来了新工具 这个工具带尖尖 扎在巧克力墙壁上哗哗地往下掉 他的洞口也变大了一圈 大壮的新工具好像还是一样的效果 结实的糖果墙让他很头疼 这时神秘人提出 让两位队友接住掉下来的糖豆 谁接的最多就能得到新工具 接的最少就会把工具降级 糖豆从不同的方向掉落 两个人手忙脚乱 十分钟后老王接住了35个 小黑接住了33个 所以大壮拿到了新工具 是两把稿头 阿伟的工具降到了橡胶锤 他只能看着大壮砸墙 两把稿头一起使用 砸在糖果墙上雪花四溅 大壮也充满了力气 神秘人又递来一根撬棍 两个人都拿到了新工具 他们加快了速度 比赛也更加激烈 大壮又拿到了一把锤子 有了锤子的加持 大壮更加有信心了 而糖果墙越来越薄 在锤子的压力下 他开始分崩离析 里面是一层木板 阿伟那边也砸开了巧克力墙 两个人的进度几乎同步 神秘人也默契地 为他们拿来了大斧子 看来很快就会有结果 他们开始砍木板 谁先拿到外面的红布 就能赢到比赛 阿伟砸的是洞口 而大壮却在砸旁边的糖果 还好他没有跑题 两个人几乎同一时间砸穿了木板 开始去抢红布 但是洞口太小了 都够不到 他们只能继续往下砍 把洞口加大 然后再去抢 握住了手指头 然后大壮趁他不注意 拿走了红布 恭喜大壮赢得了比赛 也赢到了奖金 如果是你 会用什么方法 砸开巧克力墙和糖果墙呢 把西瓜从十米的高空丢下来 会不会变成西瓜泥 什么方式才能不让西瓜摔死呢 富贵打算把西瓜 塞进毛绒玩具里 铁柱做了一个简易的降落伞 绿毛用两个枕头包住西瓜 如花则选择用懒人沙发 而老李直接为西瓜 做了一架纸飞机 谁的道具可以让西瓜安全着地 救门赢到一万美金 富贵撕开可爱的毛绒玩具 把西瓜塞了进去 再用泡泡植裹上十几层 保护西瓜的道具就做好了 铁柱模拟将落伞的原理 认为西瓜也会像人一样安全着陆 再加一个充气的小裤衩 就算碰到地面也不会受伤 铁柱对自己的新发明很有信心 再看绿毛 他把西瓜固定在枕头的中间 旁边再粘上一圈彩色的气球 希望在落地的时候 气球也会起到缓冲的作用 如花从房间里拉出柔软的沙发 放在落地的位置 西瓜从上面扔下来 应该不会烂吧 如花的方法多少有点冒险 老李已经为西瓜制作了一架纸飞机 他认为今天的风很大 只要飞机飞起来 西瓜就不会被摔碎 五个人都完成了制作 富贵自告奋勇第一个先来 他闭着眼睛扔下了西瓜 只听见东的一声 不知道西瓜碎没碎 他们赶紧下去查看 打开一层层的包装 富贵摸到了西瓜汁 包装这么好 西瓜还是摔坏了 轮到绿毛了 他静止扔下了西瓜 也听到了落地的声音 这么的似曾相识 和富贵的结果一样 西瓜变成了西瓜汁 接着是老李 他特意站得高一些 然后扔出纸飞机 还没来得及飞就撞在了地上 西瓜也摔得稀巴烂 是目前为止西瓜哭得最狠的 轮到铁柱了 他的降落伞好像起到了作用 下去查看时 还是被摔坏了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铁柱很失望 那如花选的工具怎么样呢 他把西瓜从十米的高空扔下 西瓜落在了沙发上 又滚到了下面 竟然一点伤痕也没有 如花的方法简单有效 所以如花赢到了比赛 也赢到了奖金 如花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一部流神西瓜掉在了地上 也被摔坏了 其他几人赶紧复合 赢家不该是他 你们觉得奖金应该给如花吗 把手机从三十米的高空丢下来 会不会碎成渣渣 用什么方法才能不让手机摔坏呢 东梅准备把手机塞进水气球里 如花为手机做了一盆果冻 铁柱选择用西瓜做手机壳 而老李只准备了一张蹦床 只要新手机不被摔坏就能把它带回家 东梅把手机塞进气球里 这样可以防止净水 再把另一只气球装满水 在如花的帮助下 迅速把手机塞进水气球里 再打上一个结 他的手机壳就做好了 而如花的就很麻烦了 把热水倒在白凉粉中 搅拌均匀以后 用一根筷子把手机固定在中间 再放入冰箱冷冻两个小时才能实验 再看铁柱 已经备好了完整的西瓜皮 把手机放进去 盖上盖子 西瓜手机壳也做好了 老李拿出新的蹦床 在朋友的帮助下 很快就组装好了 这么有弹性 手机掉在上面应该没问题 四个人都完成了制作 东梅自告奋勇第一个先来 他坐着升降机来到了30米的高空 这个高度让他双腿发软不敢站立 稍微调节了一下 东梅开始了实验 落地的瞬间气球立马灰飞烟灭 还听到了手机落地的碰撞声 他们赶紧下去查看 正面和反面都被摔坏了 但是竟然还可以开机 东梅很兴奋 认为烂手机也可以用 轮到铁柱了 连他自己都很怀疑 西瓜手机壳有没有效果 然后准备扔下手机 西瓜皮碎成了渣渣 碎屑淹没了手机 铁柱担心的下去查看 竟然一点划痕也没有 手机完好如初 西瓜皮的缓冲保护了手机 铁柱可以带着新手机回家了 轮到牢里了 他的手机没有做任何防护 只在下面放了一张蹦床 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手机垂直落下 正好落在了蹦床的中间 太不可思议了 我以为他会弹跳到外面了 没想到手机一点也没有受伤 牢里也得到了新手机 如花的果冻也动好了 很有弹性 不知道能不能保护好手机 他已经准备好了 落地的瞬间果冻好像反弹了一下 如花着急的下去查看 果冻的弹性很好地保护了手机 一点伤痕也没有 如花也赢到了新手机 三个人的新发明都很成功 只有东梅的失败了 不过话说回来 对于这些国外小伙的奇葩行为 我们可千万不要模仿哦